你 为何今日起得这么晚 最近实在有太多事情要我操劳了 太辛苦了 多睡了一会儿 操劳 嗯 朕看你整日没什么正经事 不是搬人相亲 就是忙着祖居喝酒 你别忘了 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 我呀 这不正给他树立一个乐于助人的好榜样吗 吃饭喝酒 是好榜样吗 放下吧 是 这些史书兵书 以及四书五经 一定要抽时间熟读 听太医说 这是对胎儿极好的造教 我这种连人物小传都不会读的人 读什么史诗 你若不行 朕会从轩灵院派个太傅过来教你 皇上 我错了 真知道错了 真知道错了 大错特错 我应该好好地在宫中养胎 注意胎教 罢了 罢了 书就不用读了 退而求其次 不如你学学刺绣 说不定 怀的是个女儿呢 不不不不 万一是个男孩呢 学刺绣 那岂不是让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就变得娘里娘气的吗 朕的儿子 绝不会像你说的那样 就请皇后为朕绣个荷包吧 也好修身眼 老信我 咱们 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万一 他真的是个儿子呢 五日后 朕来取你的荷包 回大老爷们儿怎么会绣荷包啊 宝贝 你过来帮我绣吧 娘娘 荷包这种东西 本是男女之间的信物 奴婢是万万不敢帮您绣的 好宝贝 我保证不让任何人知道 娘娘 人家还没给男人绣过荷包呢 人家要把第一次绣的荷包 留给将来的那个汤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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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人不如求己 好 马上 我开心 咱们儿 咱们儿 玩耳 滚 把钱都被我伤怒到 你干嘛 我怕尸牙 到时候 我怕尸牙 我怕尸牙 有趣 我怕尸牙 嗯 嗯 嗯 绣好了 绣好了 你绣的荷包还挺有特点 那你品温还挺不特的